行走中原,感受厚重河南 这里是焦舵市博爱县的苏寨村 在村子里面有一座明代的戏楼 这座戏楼就在我面前 刚刚来的时候,一看这个门锁着 当时心情直接就跌入了谷底 后来发现这个门就是个烟雾弹 从那边的小道直接可以绕进去 我们先看着戏楼的外边吧 从这里看,它是硬山顶 但实际上它是卷棚顶 一会儿我们绕到另外一边 就能看得特别清楚 在屋顶上方 屋脊部分有非常精美的雕刻 我们放大 看 有很多的小兽 另外在屋底上边遍布着花纹 原来从这儿可以直接进去 现在被封住了 这上方写玉皇庙三个大字 国外县重点物保护单位 在墙上有一块碑结 我们看到大明国 河南淮庆府河内县 非常珍贵的碑结 落款的年月是万历 四十六年三月 四十六年三月 看这个侧边 怎么看都是映山是吧 现在这个戏楼被圈起来了 看样子是要维修 都是铁皮围的 我们要站远一点 这样看 就能看出来 其实真正的戏楼 是卷棚顶 两边只不过是侧房 侧房更像是扎盖出来的 看那里 非常明显的卷棚痕迹 所以它是卷棚顶的 一会儿我们再下去 我们先看这边的翘角 很少见啊 这就是飞檐条角 不过是因为年久失修 有些破损 我们看这边的小细节 上方屋脊上都是花纹 而铜瓦上边都带有福字 非常明显啊 你看包括这一排 都带有福字 很漂亮 这些小兽 也大多都残缺不全了 然后见着戏楼 是给谁唱戏呢 它真不是给普通的民众唱戏的 看这里 它正对着的是玉皇殿 也就是说 它是给玉皇大帝唱戏的 唱戏用的啊 庙里很多的戏楼 都是对着的 就是给神给先唱的 这个角度看非常漂亮 不过这个铁皮围的 很杀风景 特别是这飞檐条角 直接让这个建筑显得非常灵动 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 这上边是戏台 它这下边是一个过道 这是有四根大的木柱 做的支撑 我们来个广角 不过广角呢 会变形 除了屋顶看不到 也都能看到了 我们从侧边 这个梯子 走上去看 它是个三开间 两边 各有一间 以前唱戏的时候 那些艺人 或者叫戏子 就在里面 厚着花旱装 然后准备登台 这上边还捧着以前的老木板 是这二八景的木板 现在这上边还亮着 应该是一些药材吧 你看这上面写的是啥 文物种地 尽放杂物 真好 对号入座 抬头 看上边的梁架结构 保存得非常好 保存得非常好 我们进到这配方里面看一下 这上方有一些人生活过的痕迹啊 你看这是俱乐部 而且还有落款年月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 有意思啊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好 这明代老戏楼 我们就拍到这 十一秒钟 都要文账 一路